2023 縱古園遊會 餐桌上的部落旅行 我原本想變醬了啊 阿美豬 日常的時尚 是不是以前有幫你 我姐 或我媽 或是什麼 阿比娃娃 欸欸欸 開玩笑 來來來 這個豬肋排 這個好好吃喔 I'm movin on Ladies and Roman 我是武神王帥 今天又來到了瑞水 我們今天要去2023縱古園遊會 餐桌上的部落旅行 又來到了知羅部落 她們這次的主題是 上次有去封棉季的遊城 這次的活動有稍少不一樣 它是會怎麼樣呢 將會帶你走進部落 各個的神話傳說故事 到底是什么传说故事 十个太阳的传说 融合在这次参作的部落旅行 一同的去享受 现在前往集合的地点 为什么又会来呢 可能是资罗部落的朋友 爱我的吧 接下来等一下我们就会看看 我们会做什么部落的旅行体验 GO 第一站来到了春日派出所 要来看他们的迎宾活动 刚刚讲到我们阿美族是万物皆有灵的民族 社会产生温度 开心看到你耶 因为这样子都会面向东方去祈祠 跟祖林对话 借由这个酒的媒介 到达午夜当中 祖林给予的赤福就在这个叶子上 待会头目给大家赤福 大家就低头领受 各位观众我们等一下呢 就是迎宾的仪式 啊它不是表演哦 它就是一个祈福的动作 我们阿美族的迎宾舞蹈 那我们来欢迎我们之罗文化艺术团 表演我们的阿美舞蹈 咕吵 對阿美族的文化有興趣的 其實在Google裡面就可以看得到 但是今天我們就不要Google啦 自己去發掘這個故事的結局好不好 各位觀眾 我們現在有再一次的做迷彩會 就是這一個可愛的金魚 可愛的台灣今天要挑戰這個嗎 好 試試看 做得有點心虛 對對對對對 我原本想變醬啦 你讓我拍一張拿起來這樣 對 吃得很安心 以前不是有杯子哥嗎 你會嗎 大家還不懷念呢 如果你懷念的話 你的年紀就跟我差不多 這次有不一樣新發現了 當我們做好年才會的時候呢 居然每一塊可以連成一幅漂亮的花 很驚訝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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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嘛 怎樣啦 好囉 熟悉的地方 米86 來來來來來 做情人帶囉 這次是六股的 現在是中間 我在想 我在想 自己先編一下 等下快轉成品給大家看 待會見 Ladies and Gentlemen 完成了我的愛心 六股平鞭 今天當織女嗎 還是當織男 好像也很好聽 情人帶呢 不只是阿美族代表她的 對情人的愛意的容器 她也是他們日常的時尚 我今天做的主題呢就是 六股平鞭 愛心系列 我覺得我做出來的含義 是竹林的眼睛 因為感受到一種竹林愛戴我的感覺 阿美族日常的時尚 Fastball 現在來到了 芝羅部落後面的山上 這邊是達魯岸 達魯岸就是公寮的意思 然後我們這邊等一下 要去做一個竹杯的體驗 我們現在要做杯子上面的袋子 袋子做完我們就去做竹杯 先編這個三股的 這個要兩個人幫忙 順便傳達了人與人之間 不只局限你在3C產品 我們要跟人跟人之間 有一個溫暖的互動交流 你是不是以前有幫姊姊幫頭 我們旁邊的 或我媽或是什麼 阿比娃娃 開玩笑 I'm the Barbie girl into Barbie world Action 我覺得這個活動還不錯 這個活動還不錯 大家可以聚在一起編東西 而且因為現在的人太愛用手機了 現在你編的時候 兩隻手不能碰手機 所以就只能聊天 全部聊天 回復到以前的口傳交流 人與人之間談話當中 產生一些智慧 我們在手工藝裡面心更靠近了 因為我們心都還是熱的 1 2 3 完成 繩子而已 接下來就是杯子 弟弟很貼心耶 架子很十足耶 弟弟真的是小人物大事情耶 可以嗎我幫你頂住嗎 有耶 你很帥耶 你很帥耶 小心腳 小心腳 喔 喔 喔 對不對 弟弟謝謝你的一臂之力 你叫什麼名字 報上的大名 有 很可愛 我故意笑很長 因為想要喝多一點 弟弟你很像男人耶 弟弟要不要爭女朋友 有喔 有喔 man power man power 有喔 我的酒杯誕生 他剛剛抹的時候 邊抹邊用手抹 你看連這邊的切片都不會破壞你的嘴唇 真的 保護我的後唇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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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光下竹林的足跡 餐桌部落旅行 即將來到了尾聲 我們要用餐囉 這邊是我們的迎賓飲料 葛育金茶 好期待喔 哇 漂亮 很美 啊 舒服 很美這邊 超美的 哦 麻豆 耳朵梦娘 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各位回家之后 能身体健康 家庭幸福美满 美你们 谢谢各位 嗯 平安健康幸福快乐 各位观众现在就是吃播 所谓的月光下竹林足迹餐桌 我觉得这次比上次凤年纪更升级了 有经多而损的乳猪脚 Oh my god 这就是猪脚 很好吃耶 它是有弹性的哦 很猛的烤鸡 长翅膀的痘痘 忘记淋酱油了 然后这是轮胎很苦但很健康 比上次有一些变化就是煮菜 有改变蛮多的 这个好好吃哦 瓜牛肉蒜 这个是糯米酒酿 可耳必思的感觉 这么多 好好喝哦 等一下再喝一百杯 来来来这个猪肋排 嗯 这个好好吃哦 肉超级不彩 是非常juicy 很嫩 它是淘气的肉 你吃下去你会很开心的 用餐到一半呢 还可以看他们的舞团的表演 嘴巴动眼睛也可以动 你看 朋友们摇摆 我觉得今天的主食的肉都很满意 因为它们都不会很干 或很柴 都是嫩的 就是连鸡肉啊 鱼肉啊 牛肉啊 牛肉就是蝸鸟 还有猪肉啊 肉质都处理得很好 嗯 这个口感好 开箱 米86送给大家的伴手里 有什么 哦 很香耶 很棒的伴手里耶 How you like that 甜点做结尾 这个是火龙果奶酪 很赞耶 它是本身火龙果的甜而已 对于越来越长大的我们 清甜就够了 嗯 嗨 参加完这个餐桌上部落旅行 我觉得很酷的是 它是用神话故事去包装 整个游城 现场可能收音的效果 会比较不好 这边再跟大家讲一下 资罗部落餐桌上的部落旅行 它们这次的主题是 月光下祖陵足迹餐桌 那它的故事呢 就是很久以前 天空上原本有十个太阳 阿美族人苦不堪厌 所有的河川都干枯了 于是部落男子们就至高奋勇说 就由我们射下太阳吧 这样大家就有好日子过了 于是他们就起身执行任务 可是过了很久 太阳还是没打下来 男子们也不知道跑去哪里了 音讯全无 这时女子互相讨论后决定 用她们最擅长的织布 来捕捉太阳 她们用世界上最耐热的布 织成很大一片的网子 准备网祸害她们已久的太阳 女子们跑上树梢 张开网子 趁着太阳 天黑准备回家的时候 一个一个把她们抓起来 最后就抓到了七个 剩下的这三个太阳 觉得这些女子太厉害了 也害怕自己会被消灭掉 所以就向阿美族女子求饶 让她们三个太阳邪伤 太阳不能同时出现在天空 太阳觉得合理就答应了 然后一个太阳哄的一声 空中散开变成星星 然后一个太阳在晚上出现 就变成月亮 最后一个太阳不用变 但是只能白天出现 从此以后阿美族人 终于可以种田工作 有饭吃平安的度过日子 这是资罗部落的主题神话 十个太阳的传说 我觉得透过这个活动很棒的是 也可以从餐桌上面的食物 听他们的故事 然后走进山上 没有手机的讯号 真正人跟人之间彼此的交流 一起跳着舞 聊天唱歌 分享美食 等等等等等等 就这个是 现在旅行没有的温度 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棒 如果喜欢的话 持续follow众谷原油会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按赞订阅分享加开小铃铛 下支影片见啰 谢谢资罗部落 谢谢众谷原油会 谢谢餐桌上的部落旅行 谢谢 拜拜 因为我要下班睡觉了 因为我要下班睡觉了 请不吝点赞